你現在所坐的這一個廁所裡面是不是 有一天他好像在這個地方 就是我坐的這個地方 看見了就是 就是那個客人就是他自己的愛人 就是跟那個經常跟他吵架的那個小姐 就很輕了 然後 然後就吵得很厲害 然後這個地方 我就感應到就是覺得這個地方一直很吵 因為當時就是那個 那個小姐看到的那種情形就好像已經就 就已經打起來了 然後連客人 這前面是好像就是有擺桌子這樣子 然後客人都跑 就跑過來拉 對 其實大家都是已經炒成一團 然後亂成一團 然後可能兩個小姐還要互相揪頭髮 對 然後一直這樣子就到大廳裡來這樣子 然後可能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就埋下了一些怨恨 然後才引發了那個一場火災這樣子 外景小組在稍早曾經訪問到一位當地商家 而巧合的是 他所聽說這間鬼屋的背景 竟然和陰陽眼觀眾感應得有所雷同 據說是說在以前美軍的時候 那有這裡本身是一間美軍泡河 對 然後會有很多的商人會過來 更巧合的是 即使在屋外門口訪問 收音一樣受到不正常干擾 不要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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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起早起來之後續動作是說 這個屋子 以老人家來講的話 是說他大概是死了將近七個人 所以在那時候真的是蠻瘋靡的一段 而且是全基隆 真的是傳奇文案之一 對 然後後來就是 後來就是那個小姐她就是 跟她相念的 原先愛她很深的 跟她相念的那個小姐就是 她常留那個客人過夜 然後就在 都在那個三樓那裡 就是三樓那個房間 你所說的那個三樓房間 事實上就是我們 客人都聽到上面 有傳來找護車的那個地方 對 而且它是一個藍的 是那個藍的 然後這場火災 當時那一場火災過去了以後 過去了以後是 那死了好幾個人嘛 然後但是那個藍的沒有死 怎麼會發生火災呢 發生火災是後來那個女生 就是她恨意很鮮嘛 然後她蓄意的 蓄意的就是在那個 在一樓的地方 往樓梯那個地方 就是有蓄意正火的那種情形 那請問一下 你有感覺到這個男士他 當時我們在這個錄節目的時候 他在這個房子裡面走動了 然後他的用意是什麼呢 其實那個藍的是 那個藍主角他當時有活在 他並沒有去世 他從那個二樓有一個小房間 有一個那個那個窗戶 那個窗戶剛才對面就是那個 那個有那個 那個窗戶對不對 上面有那個車子的那個 那是嗎 聞 請說請說 好 好 所以就是在二樓那個窗戶口的地方 他跳下去 他逃生了 所以他沒有死掉 但是死的是 那個一號小姐跟二號小姐是不是 對 那個一號小姐跟二號小姐 那個一號小姐跟二號小姐 那個一號小姐 那一場意外 算意外也是算虛弱的 可是後來這個藍 這個藍的就是 老去了之後 他有 他有 就是老去了之後 他有回來 他有 就是他的靈有回來 有回來 有回來這個屋子 所以我們 我們 感受到就是 我們剛剛從進來 從進來之後 所感應到的 所感受到的 就是 就是那個 那個藍的 那所以剛才 就是說 我們剛才聽到那個聲音 確實就是在我們的鎮上當發生的 然後那個屋子 確實是 最重要的 喂 你說什麼 我現在沒有聽到 喂 請問 請問喔 請問他們剛才發出那個聲音 走路聲音是為了什麼呢 請問他們剛才發出走路的聲音是為了什麼呢 他平常在這邊走動 他平常在這邊走動 可能年代學 然後他平常在這邊走動 情況應該是算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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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悍的 嫌疑 但是 他來講是因為他棒次的 好的 特朗普 在這裡有一些 天理演習 因為他的眼睫 有 他 在這邊的 視頻 因為棒次的視頻 是他 就是因為他所 Janeiro 哇,这阿关叙述的很细节 很细节,对 我觉得我们这个观众朋友很镇定 胆子很大 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在鬼屋里做感应 可以这么稳定 对,因为我跟阿关进到这个鬼屋之前 我们并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并不晓得这栋鬼屋 到底当时的细节、情节是怎样 我们也不晓得说它到底是死了多少人 是怎么样打起来的 所以事实上阿关他讲得非常详细 当时,比如说这个茶室的小姐 一号跟二号怎么样争吵 互相抢男生 然后最后纵火把这个房子烧起来 就是这样,非常奇怪 而且还有一个重点 大家没有听到,为什么 因为这是阿关事后 我们关机之后,他还告诉我们 他说当时他看到一个画面就是 这个房子烧起来之后 那个男人,复兴的那个男人 他就从二楼跳窗逃走了 那火还是继续在烧 这时候那个一号小姐已经全身着火 都已经烧火烧起来了 然后那二号小姐她准备要逃走 一号小姐把她抓住 然后全身抱住她 让她跟她一起用被火这样烧起来 这个一号小姐是 因为她很恨那个二号小姐 重火跟 然后这是那个男客人的第一个女朋友 对,第一个女朋友 就是一号跟这个男客人嘛 那这个男客人却跟这个二号小姐偷情 然后被一号发现 一号很生气 因为一号跟二号本来就死对头 常抢客人 所以一号就重火 然后烧起来之后 这个男的已经跑掉了 然后他就很生气 看那二号也要跑掉 他就把他抓住 跟他一起烧死在这个房子里面 这就是这段恐怖的房子发生的故事 不过我刚刚也看到 有差点发生一个恐怖的事情 你知道吗 因为你竟然在问说 是一号漂亮还二号漂亮 如果说他们的灵魂都在那里的话 那到时候一分出哪一个不漂亮 恐怕就不让你们走了 真的 是不是阿官实在太聪明了 那么刚刚那个谁 阿官是不是 他能够碰到这样子 是因为之前有那个老师 用供养 供养过以后 他们有东西拿 有东西吃 就对你比较好了 是这样子喔 对对对对对 对你比较好 等于你们有对他一种 因为本来我们是进不去的嘛 本来一直到一点多 我们都进不去那个鬼屋 是后来我们烧那个烟之后 然后铁门才顺利被拉起来 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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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烟一直往房子里面走 对对对 不过这个我们在这里要告诉各位观众朋友 不要年轻气盛 因为我们虽然到很多外景地鬼屋去拍摄这些现场 但我们至少都有做一些方法 还有呢 随时有老师跟着我们 那至于你们呢 我想不要好奇 你们在电视上看鬼话连篇就好了 不要自己到现场去 对不过由刚刚这段故事 我想给现在这个在世的人有一个参考 你看两个女的在那争风争斗 弄到最后爆了两个都死掉 可是那个男的确实跑掉 所以你看值不值得呢 这些事情要临情 来我们来接着听听看张成您带来的故事 我的故事是在前几年 有一次我跟我两个好朋友 我们聪落三个人 我们一起去东南亚去度假去玩 后来那次因为可能 因为在班机上面有点delay 所以到了我们目的地的时候 在东南亚到了目的地的时候 那已经很晚了 我看那时候差不多 已经到了那个饭店 已经九点多了 后来我朋友就说有点饿 你知道有点饿 那我们说那买东西吃啊 可是才刚到那个地方 那又不知道哪里可以买 然后我们就说那去看一看好了 就他们两个很坏啊 他们说那你玩你留在这里看 我们两个去好了 OK 他们就走了 结果没有多久耶 我才坐下来 然后开始转转电视 没有多久 我看到十分钟也不到 就有人敲门嘛 就叩叩叩敲门 结果后来我就还跑过去开门 就一个小女生啊 一个小女生 二十岁 差不多是 我在看不会到二十岁 是一个小少女 当地人吗 当地人感觉 那个感觉跟我们应该是当地人 结果后来 我就说什么事啊 他也不讲话 我想那是不是语言不通啊 那怎么 那怎么办呢 那我就想 我用英文跟他想 那有什么事 他也不讲 他就 后来今天他就拿个袋子 手提袋啊 他就这样子给我 给我 我在想这是给我什么 那我还在那边跟他 鸡同鸭讲 在那边讲讲讲 我说啊 大概因为是 我的朋友 是不是我的朋友家里 拿这个东西来啊 什么 他点头 我说哦 我说那什么什么 他就 反正我感觉他根本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啦 然后后来我就说哦 那谢谢 然后我就把他那个袋子一看 一个东西 我就看一看里面 里面就是一个盒子装的 那我那时候也没有想到 我就把它放在那边 放在那个 我那个房间的那个房 床的旁边 桌子放在那边 结果后来我就在那边看电视 我也没有看到 到底他们买了什么东西给我吃这样子 结果后来我就在那边看电视啊 等他们啊 结果后来 没多久 差不多 二十分钟不到 我两个朋友就回来了 嘻嘻哈哈 我很远就听他们俩嘻嘻哈哈 开心的就回来 然后就开始 然后进来 敲门啊 我就开门进来 他说 我说哦 来那么久 然后他们说很远呢 我说哎 你们很奇怪 就近的地方不买买 全部买好了 还分两批买这样子 还叫人家把东西拿 他们俩就看到我 什么东西 我说那个 你们不是请这边的饭店的服务员还是什么 送了一袋东西来嘛 然后他们说哪有 我就 因为我是面对着他们的门嘛 床在那边 我说哪有 没了 那袋东西不见了你知道吗 不见了 我那时候整个人 忘记放哪里 没有 因为就在床 两个床的中间啊 那个小台子 放电话 茶几 对 就在那 我就是顺手放在那边 我就继续转身看电视 然后等他们开门 我就说哪有 没 没 没了 他们反倒来怪我 说你神经啊 你太紧张了 你怎么样怎么样 我说我真的有 我怎么讲他们都不信啦 说我又我故意要开他们玩笑 我故意要这样吓他们 我说真的没有 可是那天晚上我就 我从那件事上 我就我很清楚知道 有东西 我有拿东西放在这里 那小女孩有给我一袋东西 那他们就不相信说你干嘛干嘛 我们还继续聊天 然后继续 然后就睡觉 就第二天也是很早起来 然后去玩 玩了一整天 然后大家当晚的吃饭时间 我们就回饭店吃饭 吃完饭我们就进房间 然后开始 我们就说那今天 因为晚上就没有什么活动 我们也不想出去了 那我们就说好吧 那大家就在聊聊天 然后准备要洗澡 流流洗嘛 结果后来 我就觉得 我就坐那边 然后忽然间就感觉 一阵冷风你知道 因为晚上了 我就仔细往外看 我怎么感觉 因为那个 外面的树你知道吗 我怎么感觉 外面那个树 有一样的那种 我是看不太 不是那么的清楚 我一样看到怎么搞的 就有个小女孩 好像那个小女孩就在那边 在对面的树上吗 那个树下 她挂在那个树上 我真的 什么叫挂在树上 你可以解释一下 那是荡秋千吗 不是啊 她就 我也看不 因为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怎么那么感觉 就是那个小女孩 怎么会在那边 然后我再看 可是她为什么在树上 晃晃晃的 她没有 她是这样子啊 她坐在树上 还是什么啊 没有 她是掉的 就是好像感觉掉在那里 但是我这样 那时候我真的没有看到 什么绳子什么 我就是感觉 这小女孩怎么掉在那里 我一阵这样子 我说 我就看不太 我说你过来看 过来看 他们说看什么 我说你真的过来看 那他们看不到啊 你看到小女孩 他们还是看不到 他们看不到啊 那我就说奇怪 我说你看那个树 看就是那个脚 他们看不到 怎么个 跟不讲的看不到 然后我说好 他们说完了 你去洗澡啦 你太紧张了 我说好好好 我去洗澡好了 结果后来我看 他们洗好了 那我说好 那我等我洗 那我想说 我是不是应该泡一下 让自己真的放松一下 可能白天也玩太疯了 有时候晚上 白天玩太疯了 晚上可能也会比较太累这样子 我说好 我就去放水嘛 想说放水 然后自己泡一下 然后我就说 我要洗澡了 我就把门一关 我就准备洗澡 我就想 因为我想试试看 水温会不会太热啊 那我一摸 我就大叫 我就啊 然后我就干嘛 干嘛 我就想 那忽然间我就听到 怎么搞得 那个天花板上啊 天花板上 有那个声音是这样 这样 小女生在哭 就是哭 小女生在哭的时候 哭 不是很长 就这么一段 我真的吓坏了 你知道吗 我真的吓坏了 但是我没有人咬我 但是在梦中 那两个女孩子 比较高的那个 讲话 讲话了 他就跟我讲说 他们两个被压在下面 很痛苦 然后很难过 没有办法出来 出不来 想出来 他们很想出来 可是 出不来 然后他就说 我曾經到過那個地方 他拜託我把他們兩個拉出來 把屍體拉出來 對,他們脫離鋪了 可是我那個想要問他們 因為那個範圍太大了嘛 他們沒有跟我講 我想問的時候 突然之間我感覺我自己變癢了 那個三頭燕的老家 那個蚯蚓 20公分那個大蚯蚓 這麼粗的大蚯蚓 都跑出了到那個人 塞骨場那邊 跑到那邊去 他們都10點也去黑村 黑的沒著村 我們要去找家 去的時候 我們會感覺說 我還沒搞到那個蚯蚓 怎麼會進去走啊 搞到黑黑中 還過了五幾點 很久而已就得了 就發生了